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莫无忌淡淡地说 他很清楚这种老奸巨划的魂魄除非是死到临头 一般情况下不管自己问什么也很难问出真正有价值的东西 之前那个淬炼魂魄的功法完全是因为对方知道隐瞒不掉 所以才说出来 可就算是这样 这家伙也不过刻了一个简单的开头而已 道友 若是我没有猜错 道友进入宁魂仙穹池甚至卷入阴鸣漩窝中还能活下来 肯定是进入了空间裂缝的缘故 一般进入空间裂缝后很难再回仙界 我竹来虽然只剩了魂魄走过的地方却不少 等我魂魄凝湿一些我可以找回到仙界的路 竹来此刻的语气反倒是冷静下来 莫无忌一听竹来的语气就知道这家伙大概是抱着必死的念头在和自己讨价还价了 这样才对吗 竹来这样的老东西就是怕死 也不会和之前那般毫无节操的向他求饶 他开始怀疑之前竹来求饶也是装出来的 目的只是为了让自己安心 莫无忌再次丢出了一枚玉剪 玉气平淡的霜 将回到仙界的手段告诉我 哎呦 把你淬脸魂魄的手段课完 竹来此时反倒是不慌不忙 道友 我们似乎还未谈妥条件 我竹来只要保命 哪怕送出自己的灵魂烙印给道友都可以 灵魂烙印一旦送出 那就等于小命被莫无忌捏在手里 莫无忌一个念头就可以让他死无葬身之地 当初在修真界的时候 常赛就是送了一次灵魂烙印给莫无忌 算是莫无忌的第一家谱 不过莫无忌相信常赛 他可不会相信眼前这竹来 此人心机深沉 太过可怕 留在身边一定是个定时炸弹 这是在自己的不朽界里 一旦出了不朽界 莫无忌估计自己玩弄阴谋诡计 肯定玩不过此人 别人的灵魂烙印可以控制对方生死 但竹来的灵魂烙印可太不保险 此人就是炼魂魄出身 他送出的灵魂烙印能够保险 那才是怪事 这家伙在不朽界这么长时间 不朽界中的鸿蒙生息 必定被此人得知 留着这个人实在是太过危险 莫无忌抬手 倾心之心就丢了出去 我从未想过和你谈什么条件 赤拉的灼烧魂魄声音响起 竹来撕裂的说 你 你不能杀我 杀我你会后悔 我还知道 我还知道其余的洛书在何处 莫无忌闻听此言 心中杀鸡更胜 这家伙知道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 若这家伙是在自己被洛书裹住 进入虚空裂缝后知道洛书的 那就太可怕了 因为那时候自己都模模糊糊 根本不知东南西北 在痴痴的声响之后 是咔咔的魂魄崩溃之声 在清津之心下 竹来的魂魄完全溃散 直接崩溃化作虚无 竹来魂魄魄魄魄碎的一瞬间 他的心里只有后悔 事实上 莫无忌猜测的并不错 被莫无忌送入了不朽界里 竹来还真是不害怕 他的心里更多的是惊喜 他没想到莫无忌居然有如此大的机缘 他在不朽界中看见了什么 鸣心神话 一年鲜木髓 还有一根贴木藤 这些还不算什么 更让竹来震惊的是 他感受到了莫无忌的不朽界 区区悬先境界可以形成自己的世界 那这功法有多了不起 更何况 这个世界居然已经融合了 土圆珠和金圆珠 而最让竹来难以遏制激动的是 他看见了鸿蒙生息 这里面每样东西都是他拼了命都想要的 现在居然集中在一处 别说他被莫无忌控制在不朽界 就算是没控制 他也会想方设法接近莫无忌 在他的脑海里 莫无忌一个区区的悬仙蝼蚁 根本就不够看 等他将莫无忌的东西全部卷走 莫无忌还在为他搬东西呢 可这些想法现在全都消失不见了 他没想到 莫无忌如此过绝 连能淬炼魂魄魄的秘法都不在意 就这般直接灭掉了他 竹兰的魂魄化成虚无 莫无忌倒是松了口气 他知道竹来的记忆中有大量的好东西 只要他花时间去磨 总有一天可以全部磨出来 但他不愿意这么做 他有太多事情要做了 他自己还有大堆的东西需要去修炼 哪里有空和一个奸诈狡猾的魂魄 去磨时间呢 消灭了竹来 莫无忌离开不朽界 回到了飞梭上 他现在最想做的 是研究一下巫族传承下的两个皮卷 两个皮卷被莫无忌同时拿出来 果然出自一处 红光交出的皮卷并不是炼体功法 而是一种淬炼力量的手段 皮卷残缺不全 反倒是盘杰给他的 的确记载了巫族的炼体手段 这炼体手段和淬炼力量完全是可以融合在一起的 如果说竹来交代出的淬炼魂魄手段是一种神通的极限 那巫族这个炼体传承就是另外一种极致 尽管莫无忌还未开始修炼 但他也能感受到这个炼体传承着实不简单 这炼体传承绝对是最缜密和最完整的 但却并不是最适合莫无忌的 莫无忌决定根据自己的脉络修炼手段和自己的108条脉络 将这个炼体功法稍事修改 无论是在星空中还是在修炼过程里 时间都是最不值钱的 莫无忌知道自己修炼很难在短时间内进击 在得到巫族的炼体功法后 他整个人的身心全都沉浸在了修炼功法之中 他经验有限 所以每次改动都会尝试着通过脉络运行一周天 数年时间匆匆而过 若非自己的飞缩被剧烈的撞了一下 莫无忌依然会沉浸在即将完成的炼体功法之中 莫无忌的飞缩前有他布置的发阵 除非是人为攻击 一般预见陨石都会自动让开和调整方向 现在他的飞缩被撞击显然是人为 莫无忌落在飞缩的前端 心头大怒 他的飞缩只知道赶路 不可能照了谁 居然有人攻击他的飞缩 他可不是什么好好先生 莫无忌的神念瞬间扫了出去 他的神念中居然出现了两艘飞船 不 应该说是两艘截然不同的飞船 其中一艘和他一样属于法宝 如果仅仅是法宝就算 让莫无忌惊议的是 这艘飞船的级别还很高 很有可能比他的七品掀起飞缩还要来的高 换句话说 如果他不是对方对手 他的七品飞缩也没有机会逃离 而另外一艘居然是宇宙飞船 属于科技产品 最让莫无忌震惊的是 在那艘宇宙飞船的外头 他看见了自己熟悉的字迹 Union YF07 后面YF07倒算了 关键是前面那个单词 分明是英文 Union 联盟的意思 即使称联邦也行 莫无忌不知这些年 地球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但他几乎可以肯定 这艘飞船是地球上出来的 只是当他的神念扫了一下之后 他发现飞船中已经没了生命体 飞船内部一片狼藉 显然是被什么东西入侵 然后发生过大斗 看见地球飞出来的飞船 尽管没了生命痕迹 但莫无忌的心里 还是非常激动的 不过这个时候 他没有时间去研究那艘飞船了 他把目光落在那艘 缓缓过来的仙气上 他可以肯定 刚才对他动手的是 那艘仙气飞船 一名面色阴沉 身穿金袍的青年 从飞船中走了出来 他的目光直勾勾盯着莫无忌 这是一个强者 莫无忌一看对方就知道 这家伙很可能是个先王 甚至是先尊 莫无忌深深吸了一口气 抬手将后背长刀抓了出来 他心中倒没有多少害怕 因为他看出来 这先王的修为显然被压制了 此刻最多相当于一个金线 他可不认为 这个先王的修为 是被更强的强制压制 肯定是他自己压制的实力 这反倒让莫无忌 更加轻松了一些 这说明他的功法 的确不具天地规则的压制 这很有可能和他周身 108条脉络 或者是和不朽界有关系 他的108条脉络 形成了一个自身的天地周天 加上不朽界本身 也是一个独立的天地 可以无视天地规则的压制 你是何人 金袍青年的目光 将莫无忌周身打量一番后 这才用和他面色 差不多阴沉的语气说 至于莫无忌 大张旗鼓 挤出长刀的样子 他根本没有放在眼里 莫无忌平静地说 我是何人不重要 重要的是窝干我的路 没有招惹阁下 阁下无缘无故对我动手 是不是太霸道了一些 所以阁下欠我一个理由 尽管这金袍青年 对他动手了一击 但莫无忌也知道 那联盟号的宇宙飞船出事故 应该和对方无关 以这样的强者 绝不会冲入一个宇宙飞船 和几个凡人打斗 他要灭掉星空中的宇宙飞船 手段实在太多 我近一人还是第一次听到 有人问我要理由 还是个低级未免的小小蝼蚁 金袍男子哈哈大笑 莫无忌却只是不屑地说 我是低未免的 你也好不到哪去 在莫无忌看来 大家都是来自仙界 谁也不会比谁更加高贵一些 金一人则是淡淡地说 是不是觉得自己来自仙界 就不是低级未免了 蝼蚁果然是蝼蚁 下一集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